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来 电影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跟着我一起来 首先是肩部的啊 整个肩肘一个360度的转圆 对了 很好 左边来 幅度要大 跟着一点的节奏 好的 右 翻去左膝盖 左 左膝盖 右 幅度一定要大一点 注意 稳得好 一 二 好的 三 四 注意肩膀是从前向后发圆 从前向后发圆 很好 一 二 三 基本站姿 要保持好我们的基本动姿 不错啊 很棒 注意膝盖 好 左膝盖 膝盖它是一曲一直的 这样配合呢 不仅仅可以拉伸和放松我们的整个肩膀 还可以帮助我们去拉伸肩的膝盖和调动式膝盖的一个有关性的弹性 好 下跨 继续 胯部不要动啊 我怎么感觉女生在笑我呢 我感觉像是女性化 但是你把它做得很女性化 其实你可以把它做得更一 你的胯部动续一下 来 颜妹一点 一 二 三 四 好 来 现在我们来一个颜妹一点的动作 用我们的脚后跟去拍打腾部 看我的侧面 对了 一 你能去找吗 就找 好 五 六 七 所以看我的手臂 踩脚的时候往后换圆 再一遍 一 三百六十度 一 你那一个要颜妹一点吗不是 它其实就是同手同脚的 好的 来 我们反正上去一下 注意 踩左脚 手出去 对了 再来一遍 准备好 一 二 三 四 走 一 一 二 一 二 三 四 走 你 对 可以 走 好的 三手同时 好 一 二 三 先坐脚步 一 注意收腹 收腹 好的 加上 对了 这个是最大幅的乐器 带领我们的肩胸背景 一 二 好 三 四 这样 对 不是 这个呢 包括之前的观众朋友们也不一样 这个动作它其实就是顺拐的 它就是同手同脚的 我觉得很变 但是它其实有结窍 你要找到它的这个 节奏 重心和节奏 OK 看右脚出去 一 二 这样子的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最后一点 三 我觉得接这个动作真的挺难 肩膀 因为你们平常锻炼的地 锻炼的姿勢更少 让我更爱跟他做这类的节奏 让我很有自信 说锻炼一下就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 牵扯到一个人的协调性和柔韧性 真的 其实肯定有很多朋友在看的时候也会笑 你看你做的这样 但是我建议大家能够站起来 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动作 做的时候你也会笑 真的真的 其实有的时候一些动作真的我觉得在于其中的练习 对 你看他做这个动作特别协调 咱俩做一个动作 看着很简单 但是做起来就不是那个样 对 真的是一个身体的学习性 对 没错 平常还是缺乏锻炼 对 所以还得加强 对 可以了 还是出归正事吗 我已经热完了 我都过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进入到 我们打到了今天这个环节 那么今天我们要练的是我们的肩部肌肉 每次一到正题的时候 郭强总是喘着 对 对 我们一起来练 今天这期的我们的打造有型男的要重点讲解锻炼的是肩膀 对 所以我们这个有三角有多宽就取决于我们的肩膀有多强壮 对 我们的肩膀是一个非常灵活的结构 它分为前竖 中竖 还有后竖 它的活动范围能够达到360度 对 它主要负责把我们的手臂抬起来 推起来 或者是转圈 就相当于一个成像几下的作用 对 最大的特点是很灵活 360度 但有一个缺点 它很容易受伤 因为它的活动幅度很大 对 所以它比较容易受伤 那我们最基本上练习肩膀的训练是杠铃的推举 但是我们初学者的话 做那个动作会比较不稳定 这是我们的坐姿肩推举 然后呢 它是一个好处是 它固定了我们手臂上下的弧度 所以呢 可以很安全 然后另外呢 可以保证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们的肩膀 所以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 用这样的固定器械 然后来从一个 找到肩膀发力的感觉入门 然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相当于一个规定动作 对 没错 它固定了你的线路 会让你的手臂肩膀很有感觉 那我示范给你看 好 首先我们坐下来 然后双手是宽握 让着掌跟 推在我们的把手上 然后挺胸开头 注意你的背部 与你的 你姿要有一个手掌的宽 保持你的 挤住正常的一个 身体体现 保持腹部往里收紧 好 吸气准备 呼气 把两个推手往上 伸直 手臂上上推 在肥顶状态的时候 手关节不要锁死 保持微微的弯曲 使你的肩膀 一直锁在一个张力的状态下 然后 先推让你肩膀收紧 慢慢往下还原 到你耳朵的高度 停一秒 然后再呼气 向上推起 手臂不要伸直 保持肩膀的张力 慢慢向下 然后稍微快一点的速度向上推 对顶端hold住一秒 这动作要做四组 然后每组做十次 好 接下来试一下 我觉得这个好像要简单一点 对 因为它是一个固定器械 所以非常安全 对 双手宽握 用你的掌根 挺在我们的 那它的这个的高度 所谓 高度 我们其实在推起来的时候 基本上是在我们的耳朵 两边是九十度 如果你太宽的话 那很多的压力 都会转移到我们的左股关节 如果太窄的话 所有的力量 都会转移到我们的 弓三头肌 这样的话 我们锻炼的 就会变成弓三头肌 我们主要练来 是肩膀的头腰 所以保持身体的直立 然后整个肩膀 还有你的后背 都贴在鱼头上 腰和胆子之间 要有一个手掌的缝隙 保持你背部的 自然弧度 然后腹部往里收紧 准备好了 好 吸气 然后吐气 肩膀发力 把肩膀往上推 吸气还原 左肩膀上次打开 好 等到你的 在雨耳朵同高的时候 就可以了 然后收紧肩膀 我这个还是要 九十度要受停吗 对 没错 吸气再往外 对 没错 刚才你有脸太窄了 好 到耳朵就行了 不用太低 动作幅度大是好 实在耳朵 不用太大 到耳朵的位置就可以了 收紧肩膀往上推 对 左肩膀不要锁死了 微微弯曲 很好 要注意保持股膀收紧 又开始松了 这是你常犯的作物 OK 非常棒 感觉是这个地方会有点紧 对 因为我们锻炼的就是我们的肩膀肌肉 这个动作它特别好的发展 我们肩膀前竖 松竖的力量 是一个非常好的 是一个非常好的入门的肩膀训练 到一时之后 这个肚子马上有的力量就松上了 当我们做了一样训练的时候 要记住 不管你是坐着还是躺着 所有的状态 你的身体都是应该保持一个正常的身体曲线 刚才背部 我说要留一个缝隙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正常的身体曲线 这个背部 其实就是有大概一个手掌的一个弯曲 然后在这个弯曲的同时 要把腹部往里收紧 这样的话 你身体才是稳定的 这个动作每次做四个 然后每次做十个 落的位置 大概到你耳朵的位置就可以了 到这就可以了 对 不用太低 这样好像肯定要难 对 如果你降低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压力都转移到关节上了 你现在有犯一个错误 就是把你的左关节伸得太直了 要保持微躯 但是肩膀往上也伸 嗯嗯 左关节保持 微躯千万不要左四关节 要不然的话 压力会转移到我们的关节上 再两次 休息一下 用呼吸带节奏 我不说几 最后一次 呼吸 非常棒 好了 这是我们的坐姿肩推举器 锻炼我们的肩膀中速 这个地方反对 特别紧 特别紧 那接下来我要教给你一个训练是 如何让我们的肩膀和脖子之间的一块肌肉变得更明称 就是我们的斜方肌 很多人会忽略我们的斜方肌的锻炼 但是它是连接我们的脖子和我们的肩膀之间的一个过渡 所以你必须要让这个衔接变得很流畅 有一个弧线上去我觉得是最美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将会用到一个杠银来锻炼我们的肩膀中速 还有我们的斜方肌我们双手正往让人 然后双手的宽度是与肩同宽 挺胸抬头把肩膀往上提 然后再往后放 把我们的胸膀打开 腹部往里收紧 这是我们的基本姿势 吸气准备 呼气 慢慢的用肩膀力量把杠银往上提 左关节往外打开 当你的左关节发到水平面的时候 停住一秒钟 顶风收缩一秒钟 然后慢慢的还原控制住动作 上的时候可以稍微快一点 上 然后停住一秒 慢慢下 这个动作需要做十次 最后一次停住 慢慢滑 好了 让我们把肩膀放下 好 我们伸一伸手 做一下肩膀的拉伸 还把手臂向侧 然后用你的右手 拿着左手走关节 肩膀往下伸 对 比胸抬头 伸呼吸 感觉肩膀的拉伸 刚才这个动作是很好的锻炼 我们的肩膀中速 还有斜方肌的一个动作 肩膀不能抬太高 肩膀是不动的 肩膀始终要往下伸 但是我们需要把左股关节抬高 这样的话我们的力量才能转移到我们的肩部 是不是也是抬平就可以了 对 抬平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肩膀的力度应该说是 身体里能锻炼比较爽 肩膀其实我们平常用的应该是比较多的一个部位 肩膀有一个绰号叫虎头肌 为什么叫虎头肌呢 就是因为它的力量其实很大 而且它代表男人的力量 好 这是我们刚才的直立划船 做十个 然后做四个 接下去我 要交给你一个孤立的训练 这个训练是单独训练我们的肩膀中速 这是我们的坐姿测评纸 这个器械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固定我们的身体 让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支撑在我们的肩膀 可以不用接力 吸气准备 呼气 用肩膀力量 把我们的肌膝向侧抬平 然后慢慢的控制还原 你可以吸气向上 呼气还原 在最顶点的时候要记住一下收缩的肩膀的肌肉 然后慢慢的还原 这个动作是关键打造我们肌肉的线条 所以我们不需要很大的重量 但是我们需要重复比较多的次数 比如说十五次 好 下面换你了 好 挺胸抬头 注意把腹肌肉收紧 把肩膀收紧吸气 两个手臂向侧打开 对 像鸟一样向侧飞 在肩膀里面收紧一秒 然后慢慢推让性还原 这指的高度大概到水平面就行了 所以感觉肩膀收紧 就在高一页 使的时候 对 肩膀用力收紧 但是不要锁肩 非常棒 刚才使的时候感觉有点 用这个地方会去往上挑 就为了把它举起来 对吧 会容易产生这样的动作 对 你刚才有前面几次 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把肩膀松起来了 就你一发力你会这样去 对 抬手臂的时候同时把你的肩膀也抬高 所以这个动作从头到尾都应该把肩膀往下沉 然后只是用我们的肩膀 只是抬着我们的手臂 肩膀并没有往上 因为如果当我们把肩膀往上 抬起来的时候 很多距离力都转移到我们的斜方肌上面 所以我们要锻炼的并不是斜方肌 这个动作我们只要锻炼肩膀的中速 所以我们需要把肩膀往上沉 然后这样的话 锻炼效果才会集成在我们的肩膀中速 这里是不动的 只是两个手臂 肘关节上次打开 像飞鸟一样 这个动作也可以用雅琳来做 看我这样感觉要比刚才那样好点 就是刚才那样这样耸得比较厉害 对 所以动作很关键的一点是 一定要把肩膀做的规范 就差一点点的话 其实效果完全就没有了 明白 好 好 那我们来做一下肩膀的拉伸 把手放在身后 腰叉 比胸抬头 把手臂伸直 尽量把手臂抬向上 抬高 把肩膀收起 这动作同时也可以 很好的拉伸我们胸部肌肉 我其实最喜欢在每次训练之后做拉伸 因为第一它可以防止臭筋 然后第二它可以让我们肌肉恢复得更快 最重要的是可以让我们肌肉的线条变得更漂亮 这是我们的肩膀训练 三个动作可以让你的肌肉跟上的同时 然后线条也变得很漂亮 就是能够把整个我们说的这个大三角做得更 对 做得更好的一些 对 让你的三角变得更漂亮 后续又有功课要做了 加油 期待继续变成有心男 那么其实刚才我们在看了我们的这个短片之后呢 是教了我们对肩膀的这个运动 那么之前我们几期节目 包括我们的胸部肌肉 背部肌肉 还有我们的腰腹 那么再加上我们的肩膀 其实人体的这个上半身的大的肌肉群 其实已经基本上都肩骨道了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进入到我们这个舞蹈的环节 今天杨阳给我们带来一个成功 今天我要给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带来的是 阿根廷的摊狗风格的健身舞 爱舞蹈爱生活 我杨阳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汤狗风健身舞 汤狗源于非洲流行阿根廷 有着沉静美女帅气的魅力 来一起感受一下 双手向上整个双腿打直 定楼肌肉收紧 拉长整个背肌 腿肌 胸腔 脖颈向上 好的 慢慢的脖颈再回来 拉长整条颈椎 好的 在这个金属上 压上我们的手腕 压 停 好的 压 停 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整个腿部 包括我们的双腾肌 都已经在处于一个酸胀的状态了 非常好 继续保持 吸气 调整 好的 接下来注意看一下 换一个方法来锻炼整个腿部 停 绷脚的时候 整个大腿 带动小腿和脚掌肩 整个向上弹 注意整个双身要绷起来 不要弯腰 好的 在这个基础上 弯曲膝盖 达到90度的脚 然后脚尖 引到你的整个腿部过去 踩一下 回来 好的 我们再来一遍 抬 收 出 落 回 另一路 不错 反向上 出 抬 回 打 落 好的 我们加快联系来一起练习 5 6 7 8 1 2 3 8 4 1 2 3 8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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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 9 9 再来,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整个中段部分都在像你一个八字一样的 对了,很好,尽情的最大幅度的去做这个动作 但是一定要保持呼吸的均衡 好,换个方向 不然容易差气哦,注意了 斧子大一点,整个转动起来 这个时候你会感觉你的整个背肌都在得到一种充分的锻炼 好的,压上我们的手势 好的,再来一遍,注意看 手腕 弯 整个手臂肌肉收紧 好的,手慢慢拉出去,端起来 好,在这个基础上 右手伸出去的同时,整个上升 用力的向左拧过去 胯骨用力的向左拧 好的,反方向背右脚 大伸直脚 再来一遍 吸 二 上右脚 推左脚 再来 上右脚 推左脚 好的 下面是斜条性的锻炼 加上我们的手指锻炼 再来一遍 看看我的手指将 很软软轻 一样的感觉 手指灵活的 很好消除我们的鼠标手 再来一遍 从这块联系来 一 二 三 四 斜条性锻炼 手指锻炼之后 手臂锻炼 出脚 腿部 膝盖 脚环的锻炼 好 再来一遍 加快的练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很好 因为热爱生活 我们享受舞蹈 因为有了舞蹈 我们更加热爱生活